一名来自密西沙加市的男子上个月底失踪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这名男子的尸体本周末在密歇根州的一个垃圾填埋场被找到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名男子的死因 死者名为Kevin Joseph Arendt 今年38岁 上月27号 他从密西沙加一间酒吧离开后就失去了踪迹 当局怀疑他的尸体是随着一批本国垃圾运打美国 发现尸体的填埋场位于底特律西北110公里处 警方称从尸体的状况来看 Aaron死亡已经有一段时间 安省今年的国庆节长周末并不太平 据警方说有至少10名民众在长周末丧生 其中一人遭枪击身亡 而其他的受害者都是死于意外 在密西沙加市 一位名叫Dennis Alexander的男青年 星期天在一个大型集会上被人枪杀 当天 多时还发生了另外两宗枪击案件 造成两名男子受伤 另外 贵湖市周日发生的一宗交通意外 导致一名29岁男子死亡 一人重伤 而两宗摩托车交通意外 也分别在列治文山市和密西沙加市 夺去了两人的生命 在这个长周末 安省有6人死于溢水 意外分别发生在Peterborough 沃泰华 尼亚加拉地区 Grand Bend 以及 Soldier Shores 本国国际合作部部长小田 今天正式宣布将在本月底辞去部长职务 并退出国会 不再担任杜兰区的国会议员 小田2004年进入国会 担任文化遗产部部长 2007年受哈勃指认 成为国际合作部部长 他也是本国有史以来 第一位日本裔的国会议员和内阁部长 小田近几个月来 由于财政问题一直处于舆论风暴的核心 他今天在其网站上称 最近已经在两个星期之前 就辞职一事 知会了总理哈珀 小田表示 本月31号将是他任职的最后一天 小田在声明中 对参众两院的同僚表达了感谢 并对总理哈珀的领导表示了支持 再过消息过后 我们先稍事休息 广告回答好 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我们一会儿见 真正的奢华 是低调的华丽 是时间和智慧精髓 无需张扬 就像王富锦商城 存在的本身 已经耀眼到让人无法忽视 王富锦商城 将写地标建筑的经典魅力 引领万景时尚风向 奉献优质人生享受 体验一站式完美生活 详情请致电 905-888-6788 在已经过去的漫长时光中 长江两岸 平愁绿野 南庚女之 鱼歌翻影 北往南来 塔西起重庆凤杰的白帝城 东到湖北宜昌的南京关 全长192公里 以卡斯特风林为家的白头夜猴 寿命通常能到10-12年 大都以6-9位成员组成的家族为单位 在许许多多日本人的眼里 葫芦岛是他们饱经战争苦难的终点 是他们永远感待中国人民恩德的重生之地 备受赞誉的北京猿人 怎么会和人吃人有关 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980年以后 学友所成的张志骏 开始辩访各地 甚至国外 开办授图 传播太低权 比电台报纸更快 比八卦杂志更精彩 9时差为观众送上当日娱乐新闻 全程最快 多伦多唯一娱乐新闻节目 八镜娱乐 WOW TV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 网上及时点播 或用手机收看 都一样可以八镜娱乐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回到7月3号的国语晚间新闻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前称 美国多个地区遭热浪袭击 从6月25号到7月1号 2171项高温记录被追平或打破 据气象学专家称 刷新高温记录的数量极为异常 专家指出 尽管尚不清楚引发热浪的所有原因 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去年冬季 美国平原地区积雪不多 日照的温度没有用来溶雪 而是加热了地表 进而使空气升温 这导致粮食作物生长期提前 但缺乏降水则又制约了作物的生长 专家还说美国一些地区的气温并无异常 例如新英格兰地区和西北部 但未来几周可能在进入8月后 美国中部将经历高温天气 天气燥热本是用电的高风时期 但不幸的是美国东部29号晚上因为遭遇了暴风雨袭击 200万居民至今依然断电 继续遭受酷热煎熬 受风暴影响 南至北卡罗来纳州 北至新泽西州 西至伊利诺伊州的大片地区 拥有大约200万户断电 电力公司表示 要全部恢复电力可能将需要数天 据悉 被暴风雨吹倒的树木 许多仍掉落在路边的电线和汽车上 导致供电中断的同时 也使交通受阻 报道指出 高温停电和风暴袭击 使受灾各州面临严峻的救灾任务 马里兰州 俄亥俄州 弗吉尼亚州 西弗吉尼亚州和首都华盛顿 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并调派国民警卫队协助救灾 此外 本国电力公司分别从安省和魁省 派出员工前往受灾地区 帮助灾民恢复电力供应 Hydro One派出200名员工前往美国 帮助巴尔蒂摩 弗吉尼亚以及华盛顿地区 恢复供电 而Hydro Quebec也在今天 向灾区派出70名技术人员 这些工人将在灾区 停留至供电全部恢复 或者当地电力工人 能够独立工作为止 Hydro One和Hydro Quebec 都和美方有协议 在大规模断电时 派出工人进行援助 而除了安省和魁省之外 新布伦瑞克省 也可能在稍后 向灾区派出员工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叙利亚 据美联社今天的报道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说 他对于叙利亚击落 土耳其战机一事非常后悔 并表示将会尽力阻止 叙徒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演变为武装冲突 不过阿萨德拒绝为此道歉 7月1号 阿萨德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接受了土耳其报纸的专访 他坚称土耳其战机是在叙利亚领空被击落的 认为叙利亚政府军击落土战机属于自卫行为 所以不会向土耳其道歉 但他又称真希望没有将土耳其战机击落 并表示假如土耳其战机不是在叙利亚领空被击落的 叙利亚早就道歉了 阿萨德表示 叙利亚并不希望土恤边境局势紧张起来 旭方将阻止土恤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以免给双方造成伤害 阿萨德还说旭方过去没有在土耳其边境部署军队 将来也不会部署 他认为两国军方如果展开沟通与对话 或许能够缓解边境的紧张局势 自6月22号 叙利亚击落一架土耳其F4战机以来 两国局势陷入紧张状态 土耳其称该战机是短暂误入叙利亚领空 被击落时正在国际领空飞行 土耳其曾寻求北约组织借助调查 要求叙利亚为击落军机事件负责 接着又在土耳边境部署高射炮以示威胁 而叙利亚内部依然冲突不断 联合国提出的政治过渡计划也基本落空 据英国路透社的消息 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今天发布报告称 叙利亚情报机构管理着27个拘禁场所 几万人遭受虐待 报告称2011年3月 推翻阿萨德政府的示威活动开始时 这27个拘禁场所就被启用 人权观察采访了超过200个 自称受到过虐待的人 他们表示在这些拘禁场所 人们挨紧棍 受鞭打 被迫硫酸 被性侵犯 有的还被拔掉了指甲 人权观察记录了超过20种枯刑 并认为这样的虐待行为构成了反人类罪 该组织呼吁联合国安理会 将此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 以对施虐者实施制裁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 昨天表示 叙利亚冲突问题也该被交由国际刑事法院处理 因为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都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联合国数据显示 超过1万人在叙利亚16个月的冲突中死亡 我们再来看 伊朗官方的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今天报道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在自昨天开始的军事演习当中 发射了包括远程导弹在内的多枚导弹 报道还说伊朗发射的远程导弹成功击中了预定目标 该导弹可以用来打击在波斯湾的美国战舰 美国媒体分析称 伊朗每年都会举行很多次军事演习 这一次是在欧盟对伊朗石油禁运计划开始实行之后开展的 在此之前 伊朗军方宣布 自昨天起举行为期三天的导弹试射演习 在演习中 伊朗革命卫队将试射短程中程和远程导弹 伊朗革命卫队防空导弹部队司令说 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发起攻击 伊朗将会进行还击 把伊斯兰从地球标面回去 伊拉克南部卡迪西亚省首府迪瓦尼耶市中心 今天发生了一起卡车炸弹爆炸事件 造成至少33人死亡 超过百人受伤 当地时间上午10点15分 迪瓦尼耶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附近 发生卡车炸弹爆炸 什叶派穆斯林正在那里集合 准备前往圣城卡尔巴拉参加宗教活动 迪瓦尼耶市位于首都巴格达以南150公里处 人口大约44万 发新社报道称 伊拉克其余地区今天也发生了多次爆炸 造成十余人死亡 韩国总统李明博的兄长李向德 涉嫌贪污到检查厅接受调查 77岁的李向德 今早到达首尔瑞草洞大检查厅时表示 会诚恳地回答检方所有提问 李向德曾六次当选议员 担任过国会副议长 是县界政府中需接受调查的最高权势任务 消息指检方决定不给予特殊待遇 预计调查会持续到晚上 并可能会被拘留 李向德涉嫌在07到08年间 分别从两间储蓄银行收受近7亿韩元 以及从一个商业集团收受3亿韩元回用 如果最终被定罪 将会对李明博执政造成打击